Mandarin is not my hard language 国语不是我主要的语言 I come from Canada in North America 我从加拿大那边过来 And all our second generation speak English 我们的第二代都是讲英文的 And if we refuse to use it Our next generation are going to depart our Chinese churches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语言的话 他们就离开我们中文的教会 However, whatever language we use There are some fundamentals to know our Heavenly Father 但是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们都要认识我们的天父 Through this particular conference We were touched Tour过这个会议我深深地受到感动 Prayer is fundamental No matter in what coat you close it 无论你是怎么去讲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We need to help all our Christians to develop a deep desire to be close to God 我们需要让所有基督徒都跟上帝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This morning we have some experience in a Korean style 这个早晨我们经历到 在韩国一些很图特的风格 It was a refreshing one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having Korean meal all the time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就算是我们每天都在吃韩国菜 我还是觉得非常新鲜 第二个事情非常触动我们的 Is the intentional cultivating of disciples 就是非常着重地去培养门徒 Even though different presenters share their best 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掌员 都尽他们所能把最好的去呈现出来 And w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let them show their difficulties 我们确实没有足够时间 让他们去分享他们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难处 But it was great for us to be able to touch and rub shoulder with most presenters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分享 去更多接触我们的掌员 Because that is a way of developing the third thing 因为这个就是建立第三样事情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Because the third thing also touched us is a deepening relationship 第三样非常主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关系的晋升 Even though with translation I'm glad that I'm finishing now 虽然有翻译 但是我很感激 因为我的分享都在这里 You don't have to sound your bell 谢谢黄牧师 谢谢 好 第二位的组长 跟我们分享的是香港的 环球宣爱协会的唐德鲁传道 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 我们掌心来欢迎他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 虽然我在那个机构里面 服侍 这是宣教的机构 不是教会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跟不同的教会的领袖 有很好一个沟通 也让我能够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能够跟 那个 菜会 跟教会 能够做好的一个partnership 怎么样能够跟 教会里面能够同行 也能够栽培当中的宣教士 在我的小组里面 我们其实只有四个人 所以我们也很多空间 能够去交流 沟通 我们当中里面最后 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六个models里面 里面有不同的教材 也有不同的parts 怎么样去做一个disciple training 最重要我们看见 都不是这个材料 最重要就是领袖 他的日心 他的心 所以我们也认为 我们需要癸改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缺乏那个日情 所以不能够做那个带头的 能够感染我们的同工 或者是下边 我们要培养的一些信徒 所以我们知道 需要的就是要从自己开始 另外我们也看见 祷告真的很重要 虽然我们有很多策略 也有很多的方法 但我知道了 我们也知道 祷告了 真的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很宝贵了 就是当中我们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背景的 教会的领袖 所以这一次了 我们虽然只是三天 三天的能够交流 但是我觉得 彼此也很坦白的 说自主的软弱 也彼此能够祷告 所以我们知道 不单单为教会祷告 为拆会祷告 我也觉得 神带给我当中三个主缘 成为我一个祷告的 一个支持者 我也答应他们 能够成为他们 背后一个带头者 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 能够继续加油努力 好 感谢神 谢谢唐川道 第三位 听我们分享的是 台湾基督满图训练神学院的 宣教部主任 杜荣华长老 请杜长老 我们掌心欢迎他 各位同工大家平安 我记得第一天来到就跟香港的何伟文牧师同一间的宿舍 那么他就告诉我一个真实的事情让我很受感动 他说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往宣教的工厂去碰到困难 我们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会转一个弯越过那些的困难 但是他说韩国的宣教士就是碰到墙壁碰到困难就勇往直前撞上去 阵亡了 后面的人继续的撞上去 一直到墙壁倒塌 然后开出一条康庄大道 然后让后面的人能够继续的上去 坦白讲我听到这个比喻 因为他是宣教士 我听到这个比喻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 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们从每一个讲员 不仅是有实际的教会的运作 更是这些的讲员 这些的主任牧师 他们有身体力行 他们成为最美好的典范 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 也从他们的典范 也从个人不同的教会的背景 我们怎么样的落实宣教的工作 门徒训练的工作在教会里面 那么给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不仅透过讲员 也透过小组的分享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那所以我们 或者至少我个人 已经开始思想这个行动的方案 回去之后怎么样的带领教会 那我目前是在神学院侍奉 那我的神学院是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 我们已经看重门徒训练 但是我认为其实未来我们还要再看重宣教 所以是基督门徒训练宣教神学院 我觉得这样才够完整 能不能让神学生 我觉得今天台湾的教会 大概很多的牧者都是 大部分都是以牧养内部为主要的优先 很少有这种宣教的负担跟异象 那昨天肖牧师提到 猜传是神的心 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助神学生 在他神学院的时候 就建立对猜传的负担异象 那将来恐怕幕会 他还是比较是对内的建造 那还是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希望回去之后 能够怎么样的在神学院里面 就让神学生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并且落实在他们的事丰当中 谢谢 谢谢杜长老 接下来我要请意大利 罗马东区华人教会牧者 审理传道 请审理传道 刚刚杜长老介绍的何伟文牧师 就在我的小组 他是一个宣教士 也给我们很多的分享 我们这个小组很特别 有一个很 有一些教会很小很小 就好像在我们的渔传道 他们是用学生团期开始 但是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就是 虽然小教会 他们一开始就以宣教 作为他们整个教会的一个意向 所以他们每一个来到这个团契 或者现在的教会 他们每一个学生都学过一些宣教的课程 所以也鼓励他的牧者去宣教 所以给我们很多感动 还有我们何牧师的教会 虽然是一个上千人的教会 他们也在做宣教的工作 给我 尤其是我们中间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就是这个不是大教会 小教会的问题 是所有教会的意向 所以在我们这个小组的讨论里面 我们这两天的时间里头 我们谈了很多 但是大概就围绕这两个问题 第一 教会的特质是什么 教会为什么要存在 如果教会的存在 不是为了宣教 不是为了把福音带给万民 那教会就失去了他原来的 上帝的一个心意 第二个 牧者他到底是谁 这是我们常常谈论 因为在这六个教会的 这个个案的分享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牧者 在门徒训练 在宣教工作上的一个示范 一个带领的一个工作 而且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 所以在这几天的讨论里面 我们几位谈得最多 就是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先成为门徒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宣教 情怀的牧者 我们才能够带领教会 继续往前走 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 就是一个道道弟弟的韩国人 他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 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我们康牧师常常分享 他看到很多的华人 来到济州岛 一天有一万个人 而且在那里有耶和华见证人 在那里有法轮功的 在那里宣传 他就带着他的会友去看 并且以实际的行动 在那里分福音的单章 给我们这些中国人 很大的刺激 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 这样爱我们的华人 爱这福音的需要 我们却没有任何行动 所以尤其是我自己 我觉得很年轻 我觉得这几天 给我很大的激励 不断地来指出 你哪里需要被改变 被更新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门徒训练一样 谢谢 谢谢 谢谢神传道 接下来我邀请 纽西兰 Valentine 生命之光 环照会的牧者 张立傅牧师 请张牧师 谢谢我们的总组长 那个Raymond 弟兄 我想今天其实说 站在这里 我真的非常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 纽西兰我们十几个人来 为什么是我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一桌 说实在的 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 讲起来 我年纪也不轻 可是他们的资历 都比我丰富的多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又是我 那当然有时候 我们以前被一些牧者提醒到 为什么不是你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你 所以我想说这也很感恩 时常在 在参加各种特会的时候 被提醒 我相信说 在这一次 我们小组里分享里面 有宣教士 有牧者 有宣教机构 我也很感谢 华福借着这样一个平台 让各种不同的单位 来做一些结合 尤其我看到当中 我们是有 华语族群 粤语族群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 这个好像一直是 合不在一块的 但是感恩 就在这样一个平台上 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 在前两年 不管在纽西兰 在澳洲 我们都有在一些结合 我相信这是神的手在东宫 我们很感恩 那我也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这一 说实在 我不喜欢来韩国 我来过韩国 这是第五次 前面四次 都是上岛告三 每一次都很痛苦 这次是最舒服的一次 吃的也好 睡的也好 那很感恩 但是说实在我很怕的就是 还好 感恩就是说 这个主办单位没有招待我们吃一顿人生鸡 那是我非常不喜悦的东西 所以很感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知道来韩国 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来韩国 我为什么不喜欢来 因为你的生命会被调整 我第一次上韩 我导告三 我就差点下不了的导告三 我想不能花时间讲这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的话 可能到时候 我那个就是 号角声都会响起 那我想说 这就是一个 神会在韩国来调整我 最起码是我 我的生命一直在这边被对付 那其实来参加这个论坛 我也不是主动报名的 我是代班的 我们本来是 我是拱我们的主任牧师来的 结果弄了半天 他要主持婚礼 他还是排不开来 我就说好吧 我生命当 我有天早上醒过来 我就 好像感觉到圣灵在感动 我说 你要去 你要晓得 我不喜欢来韩国 但是我一直在学一个功课 就是顺服 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是学习着韩国 一些用于韩国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用活泼的生命 从教会一开始建立就用 然后那个里面 我发觉到韩国人 一直在强调一个点 顺服 所以我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就跟弟兄姐妹们讲 不管你的牧师怎么烂 我讲的再怎么样不对 请你follow 我想讲这个观念 很多人很挑战 但是请你follow 你不要来对付我 我说对付我的谁 上帝会对付我 但是你来follow 我帮你带偏了 是我的责任 对不对 我要被上帝对付 但是我要在这里面学功课 但是我自己要活在弟兄姐妹面前 所以我每次来韩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 这次神又不知道要我学什么功课 所以在这次论坛当中 我确实也被调整 怎么被调整呢 建立教会 很多的牧者可能会有一个偏差是什么 想办法让教会大一点 想办法让人聚集在一起 当然帮助弟兄姐妹生命成长 但是一直忽略的就是说 把人派出去 把人要拆派出去 我们有门徒的观念 有 使徒的观念 有 知道要到职场做 到哪里做 但是好像始终 很多时候牧者就会忽略了 就说 到底大使命是什么 我自己实际上在这里 我记得这次的论坛当中 再次被提醒 回去有很多事情要调整 当然我刚刚讲说 我是代班的 但是 我不是只有在这边报告而已 我回去还要报告 我必须要跟我的主人牧师讲 我主人牧师也跟我讲 因为我回去以后 马上要参加一个同工退休会 他就跟我讲说 你回来先跟我讲一讲 你领受了什么 然后我再决定 要不要让你去报告 但是我相信 这就是我要学习顺服的点 因为他是我的mentor 他不管怎么讲 他要我做什么 我就follow 这是我在学习的功课 但是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当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如果你的带领者 你没有办法完全 follow他的instruction的话 那你怎么follow耶稣基督 就像今天早晨 我们听的信息一样 你讲你爱神 那你不爱你那个人 看得见人 你怎么爱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很实际的层面 就是我们一直在操练的 我很感恩 我们在这一次当中 小组里面 借着牧者们 有真的是比我们还要大的教会 在我们那边 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我听到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困难点 我相信说 但是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牧师 他很辛苦 但是我是属于 说实在我是属于行道会体系 我就抓着张茂松牧师的观念 我还学习当一个很幸福的牧师 但是怎么幸福法 我不知道 我就拼命祷告 祷告说上帝啊 你让我幸福一点 让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他们不会安心叹气的 让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们不但是一家人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在一起 我们吃吃喝喝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一旦要求他的时候 他能够follow 他能够走出去 甚至于 我这次最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牧师的要带头出去 我相信那天听到流同牧师讲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好像我们跟他蛮像的 当初他可能也想说不要出去 我也是这样 但是好像如果当神的使命来的时候 你还不得不出去 这也是学顺服 求助保守 求助带领 谢谢 谢谢张牧师 最后一位听我们分享的是在新加坡 杨错岗 如果我读错的话 请孙牧师多多包涵 杨错岗福音堂牧者 专陪圣牧师 请孙牧师 刚才那个牧师讲要做一个幸福的牧师 我发现我这几年都不幸福 也很不快乐 我是讲真的 我是来自中国 但是被上帝空运到新加坡 那么空降到一间八十多年 教会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中侍奉 有很多文化的冲击 有很多文化的差异 我也在想这些大教会的发展经历 到底对于我和我的教会有什么帮助 对于我这样的背景的牧者有什么帮助 那么最后我发现 其实所有教会的发展的背后 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每个教会的经历和方法或许会不同 就好像是 那么这些普遍性的原则 需要我们做一些比较平衡性的思考 好像我们看到 尤金彼得生所注重的个人灵命的操练 我相信这是一个教会发展的基础 也是我们作为牧者 在教会里面首先要做门徒 所以刚才沈丽传道讲 其实这几天我也是一直在想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牧者 我学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可能我没有办法像这些大牧师这样 但是我可以从我个人的生命当中 回到教会里面去 看到自己的问题 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不足 看到自己的生命需要成长 看到神对我的恩典 和在一路 在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 对我的陪伴和帮助 那么这样我会变得更幸福 那么希望我下一次来 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牧师 谢谢大家 谢谢你 好 我们今天组长的分享都到这里 好不好 我想借大家的掌声来 谢谢每一组帮忙带组的组长 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的分享 三十秒 每一位掌员对我来说 他们自己的分享 在自己教会里面的经历都很触动我 因为他们都离开自己的安需区 然后他们愿意走到夸文化的领域上来 为上帝做见证 那么昨天呢 无论是我听到少佐华牧师 听到杨牧师 他们都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最熟悉的母语 来讲得非常的流畅 他们愿意放下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优点 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来走出夸文化 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是非常受感动 所以我们也要给掌声我们一位掌员 接下来呢我就不浪费时间 我把时间交给世界华府中心总干事 陈世庆牧师来组长今天的总结信息 请陈牧师 六个不同的教会 献身说法 把他们从上帝所领受的 在一个领袖的生命的身上 所发挥的 跟团队所落实的 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 意义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许多话 已经说了 你听到吗 许多的方法 已经呈现了 你真的看得清楚吗 许多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也交流过了 你学到什么 你真的听见了吗 你真的看见了吗 你真的学习了吗 三天两夜 四天三月 礼拜三四五 应该是四天三夜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头 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被触动过 在这四天三月当中 你侍奉的理念 有没有被震撼过 在这四天三月当中 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有没有被翻转过来 在这四天三月的时间 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被圣灵大大的光照 来到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把整个属灵的视野 把它放大 主办意向2020全球论坛 不是单单看一个教会 来是看上帝的心意 不是单单看我们个人 有什么样的成长和突破 来是看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要你在这个世代 怎么去回应他的大使命 当初有这样一个构思 当然是因为意向2020 华人教会 实在是要负起 普世财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们为韩国教会感恩 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们给我们许多感动 被挑望 被鼓舞 被激励的榜样 我们为韩国教会 韩国信徒而感恩 在感恩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是时候 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去回应 上帝对普世财传的心意 角落韩国险居全球 全球各地的人是八百万 他们能够带动普世财传的动力 维持了将近三十多年 请问 散居全球 海外的八千到一亿 八千万到一亿的华人 我们怎么样去回应 华福运动 不是在推展华福 华福运动 靠着主的恩典 回应耶稣基督给我们两个最关键的命令 一个是怎么样因着爱 华人教会活出合一的见证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解命 要彼此相爱 相爱是一个公开的信仰的表白 因为耶稣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 就认出 你是我的门徒了 华人教会 实际上说起来 我们真的要悔改 两年三年多的时间 奔跑不同的地方 坦白告诉你 很多时候看到华人教会 心里很痛 我们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 不是爱 不是合一 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留下了很多的 伤害的痕迹 我们在还未信主的群体当中 我们留下了修路主名 的见证 这是我们的挑战 九天父帮助我们 让华人教会 因为基督的爱 遵循耶稣的大解命 活出合一的见证 假如在这最基本上面 华人教会 若不能够去落实的话 哪怕我们中间有几个超级教会 在许多世人的眼中 他们无动于衷 因为他们看不见耶稣 第二就是 华福运动 不是为了华福运动 乃是回应耶稣的 另外一个给教会的命令 那就是大使命 八千万到一亿 三居海外的华人 而产生的海外华人教会 我相信是上帝 在这个年代 所动得奇妙的工作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 在国内超过 三千五千甚至 八千万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 上帝把普世猜传的 这样一个使命挑战 摆在华人教会的面前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们内部有我们的困难 外面有这么大的一些挑战 那我们怎么样往前走 而想到普世猜传的需要 一方面想到我们骨肉之亲 十二亿多的汉族 一亿三千多万的 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那是我们福音的债 但是我们同时也 更加回应耶稣的大使命 十万名作主的门徒 全球七十二亿的人口 有将近三十亿 完全在福音所接触 所触及的范围里头 这被称为福音魏德的群体 应该是华人教会 所理当关注 思考 行动的时候 因此一项二零二零 不是在推动华福应动 一项二零二零是呼吁全球华人教会 回到上帝的心意 理行这两个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一方面华人教会 怎么活出合一的见证 在耶稣基督的爱中 一方面我们怎么样 用实际的行动 在这爱的基础上 我们走向朴实 特别针对所谓的 福音魏德的群体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当中 就产生了门徒导向 跨文化拆船 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 举办这个大会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作为一个起点 这不是一个结束 2016年第九届的世界华福大会 将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 也会沿用现在这一次的方法 来去进行 我们真的盼望华人教会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从里到外 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我们真的经历圣灵 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有很多话很想说 很想讲 不我一开口一讲的话 认识我的人 我开始讲一个小时 华人教会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领袖 常常不愿意去面对的 这一次的大会 我们真的想尽办法看 怎么样能够从更多实际面的角度 来帮助教会的同工 怎么样从门徒 跟普世猜传 跨文化猜传 让这六个教会的领袖 能够现身说法 我们听见的一些 我们看见的一些 我们学习的一些 那问题来了 离开了这一个大会以后 那又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打算怎么样 当你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挑战你 不能看见你自己 我希望你看见 上帝的整个心意 不能看见你的教会 你是看到普世 这样的话 我相信上帝的心意 会逐渐的 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 来落实 这是一个紧迫的时代 这是一个 如同以私帖 往后当时所处的环境的时代 机会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盼望这一次的大会 不但是给你一些的概念的突破 给你一些的方法的一些的领受 给你一些个人的属灵的一些的复兴 我真的盼望 你回去以后 找一个人 找三个人 找五个人 找八个人 或者是从一个地区 你们都很熟悉的 都从这个地区来的 回去 在一个月之内 把你所听见 所看见 所学习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 尝试 整理 产生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 从个人 到家庭 到教会 到社区 到普世拆穿 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三个 过去从来没有做的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操练 继续互动 若上帝许可 我真的 求上帝 怜悯 是恩 盼望 明年再版 可能这样的一个运动 需要不断的 被提醒 然后再呈现 不同的教会 更多的一些的 具体的一些的 呈现 更深入的一些 侍奉生命的分享 让这一波又一波的 不断的往前堆 五年 十年 看见上帝 在华人教会 在这个世代中 所要成就 我心中充满着兴奋 因为知道上帝 爱我们华人教会 也要使用我们华人教会 但是我心中也充满着隐忧 因为我所看见的 发现我们仍然 还有很多的空间 需要成长 还有很多的地方 需要突破 但是无论 是内心中的担忧 或者是内心中的兴奋 我想最终 上帝掌权 就学习 就学习 信靠顺服 继续往前走 所以让我们这一次的大会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家里的心智 我是一个 蒙照的人 我是一个被改变的人 就求天父 让我走进他所 为我安摆 摆设的地方 因着我 透过我 耶稣基督 改变 改变 我所处的 改变 我所接触的 改变 我所侍奉的全体 盼望 这一次的大会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新的转列点 在你的事丰当中 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从你个人 到堂会 到机构 到普世 门徒导向 跨文化拆船 能够扎根 在你个人 教会 堂会 机构当中 让耶稣基督的心意 很实在的 落实在你个人 跟你服侍的群体当中 刚才上来分享的 主掌门 大概都有一个共通点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真的 先要 实实在在的 做耶稣的门徒 很可能今天我们的 最大的挑战 应该 是这一个 学了四八般武器 拿了四八般武器 出去要用的时候 那个决定的因素 不是那四八般武器 还是那个人 所以这是你和我 恐怕 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恳求天父改变你和我的生命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就从我们开始 有什么不能放的呢 若是能放的话 我相信 耶稣一定把我们的生命拿起来 我们不放的话 他没办法拿起来 将近一百七十位 华人教会机构神学的领袖 的计核 不是偶然 也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这将近一百七十位华人教会 来自各地的领袖的计核 应该是一个爆炸力的开始 期待 圣灵 在你我生命 在华人教会当中 要做的功 求天父再次恩待 开阔 我们属灵的视野 让我们立足于我们所处的地方 但是我们放眼 普世 回应耶稣基督 给我们门徒导向 跨文化的拆穿 无论怎么做解读 我想那些都已经不是最重要 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解读 在这几天的时间 但是最终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基础点 实在的 去回应 耶稣给你 所看见 所听见 所学习的 让圣经的真理 加上 公开的见证 使你能够在前面的路上 以众华人教会 跟普天下的教会 我们一同 在这个地上 扩张上帝的国度 一直看见 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日子 但愿上帝 灵敏 华人教会 但愿上帝 复兴 华人教会 但愿上帝 使用 华人教会 最终 最终 高举 耶稣基督 最终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我们一起道更 天父我们谦卑 等候在你面前 你已经向我们说话 你已经向我们显明 你也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个人的生命 先被你完全的方转 根据圣灵 不断的 责备 根据圣灵 不断的 提醒 根据圣灵 不断的 转化我们 叫我们从里到外 实实在在 过一个门徒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 从我们个人 所说 所缘 所想 所行 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活出 耶稣基督 以及我们在教会 我们的带领 我们的牧养 我们的服侍 活出 耶稣基督 以及我们整个教会 弟兄姐妹 团队 领袖 同工 活出 耶稣基督 以及我们整个教会 走进社区 走进世界 为耶稣基督 赢得万民 做主门徒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许多亏欠主的地方 我们许多不荣耀主的地方 我们许多黑暗的角落 我们在天父 我们在天父面前 认罪悔改 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 能够被重建 这一次的大会 我们知道是你的心意 你已经向我们说话 你已经给我们看见 你也给我们学习 掌握一些的方法 但是求天父帮助我们 离开这个地方 恳求圣灵 不断地吹逼我们的灵 从我们这将近 一百七十个人开始 让我们为天国 为国度 为普世 让我们能够开启 一个新的 属灵的引动 让门徒导向 跨文化拆船 能够实实在在 落实在 普世华人教会当中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 合一的见证 在基督的爱中 以至于华人教会 能够走进万民 使万民做 耶稣基督的门徒 恳求天父你带领 在这献上感恩 在这四天三夜的时间 你在我们中间 居首位掌王权 你在我们中间 动了那奇妙的工作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尊贵权柄 都归我们三亿的真神 我们在你面前 再次把自己献上 恳求你 恳求你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华人教会 听我们在你面前 恳求教头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在下台之前 再次 存感恩的心 向天父 献上感谢 这次的大会 能够如期的进行 也 向天父 为所有的团队 献上感恩 每一个 服侍的同工 为你们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所摆上的 我为你们感恩 我不意义的提名 为了每一位 前面 后面 后方 会前 会中 跟会后 所有服侍的同工 你们的辛劳 在耶稣基督里面 绝不会突然 你的名字 没有被说出来 但是 天父 一定纪念 再次 谢谢你们